这是一部装装拍给30岁左右女人看的电影 但是我也建议男人们看看 至极之笔百战不带嘛 30岁据说是女人一生的分水岭 下半辈子是好是坏 全看30岁之前的选择 阿妙也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她在自己的宝箱内放了三个本子 27、28、29 这三年她有很重要的计划要实现 这一天她载了满她的货物 来了一个新的地盘 富贵须 近来一看 自己刚做的鱼档被垃圾堆满 这一定是同行鱼档搞的鬼 妙老板就直接把箱子全部都丢回去 富贵先鱼的老板口不是善茬 所有人都知道要有事情要发生 此时陈一迅正在跟阿凤妹子谈鱼肉生意 一个电话过来 一马回来猜场子 她来到阿妙的摊位前 故意搞事 抓着一条活鱼丢在地上 我买这一条 阿妙也不虚 抓起来框框几刀分割完毕 正准备开打 妥书及时赶到 阿妙租的鱼档就是妥书的 她爸欠了妥书的钱 卖鱼还债 妥书三两句话把事情摆平 然后挨个拍着别人的胸脯 妥不妥 服不服 月老今天眼前的女孩 她们的纠缠才刚刚开始 晚上月老就带着猪肉老来菜市场捣乱 在阿妙档口倒满垃圾 又打了她的店闸 此时外面的菜市场有人叫卖 这么晚了 阿妙还在卖鱼粥 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贫 妙老爸啥事不管 只管花钱 每天不是赌钱就是把妹 关键还真有女孩会喜欢她 后面泡的妹子更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伯哥看着楼下的阿妙有点心疼 她下去买碗鱼粥 想要套近乎 那显而见的表情 四个人都知道她的喜欢 忽然后面的鱼道大叫 阿妙把她要到深夜 等客人走完才赶紧收拾摊位 最后在车里勉强睡下 第二天一大早 她又到海鲜市场去进货 一个人催着超级大一车鱼 依然干劲十足 鱼老还很嘚瑟 不知道她看到自己摊位上的垃圾 是什么表情 结果回来一看 垃圾全倒在自己摊位上了 是好兄弟猪肉上反水 她主动承认错误 所有事情都是她搞的 我这做就改 我出碰安凉 阿妙从小就跟着一个烂赌的老爸 走遍吃几个菜市场 不知道收获了多少淒灵 旁边的菜婆 水果导也都帮忙说话 菜市场总归是卖菜的地方 把垃圾收拾完就算没事了 伯格是表明了心意 喜欢阿妙的 可阿妙斩尽解写地把花送了回来 这样的结果 伯格多少有点受伤 现在的阿妙 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不想在不对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妙老爸就给他介绍了一个 做电脑的靓仔 电脑 那应该是未来的新兴行业 阿妙满怀其代的提前去赴约 结果知道 这人是用电脑做C饼的 这跟他自己一样的菜市老 没有区别 可菜市老有什么不好 富贵区存在了几十年 这里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人 严股办买了姬老和菜婆 洗劫第二春 伯格处警生情 达声宣布 他不要再做菜市老 明天他就要出去闯 林总时还告诉阿妙 他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姬老跟菜婆有些激动 他们拉着于老和阿妙 共同约定 富贵区五十年不许变 可阿妙不想要菜婆的人生 这里一定不是他的将来 再次见的兵老 是在游会圈兑换现场 现场围的人山人海 兵老还是抽空 送上自己的礼物 兵老知道 阿妙不喜欢吃西饼 卡片上写的全是离别赠言 还附上一个姻缘灼 祝他能找到自己的一中人 鱼老看不惯 你这种就是典型的低质量 高要求的港女心态 喜欢各种挑挑简简 阿妙回应说 你不明白 女人要是选错了 浪费几年 过了三十就什么都没了 三十岁不会死 但是不上不下的更没希望 他想要在三十岁之前 把债还完 彻底离开菜市 你不用买买买买买买乙粥啊 决心啊 计划啊 你没有的 他抢个兵老送来的姻缘灼 如果到了28岁 还没对象 他就带 可转眼就到了1998年 他的计划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市场里的女人告诉他 你知道化妆品的作用是什么吗 留住青春啊 你看我多少岁了 阿妙看着对方 好意的说 咱俩差不多吧 这可把阿妙给盯住了 忍不住也尝试的抹了口红 鱼老看到了 就蹲在那里 见兴兴的嘲笑 忽然有人过来报告 我知道为什么菜市 忽然没生意了 他们附近开了一家生鲜超市 水果蔬菜 新鲜生肉 每一样都让他们爆炸发狂 鱼老一个个个安慰他们 没事的 冷静点 结果看到一排排的鲜鱼摆在那里 他自己救了别人就要开打 这是生间超市来讲他们的命脉了 鱼老恶狠狠的跟超市经理宣誓 菜市是不会死的 走 他们开始效仿超市 也开始弄全转入口 摆放购物车 全菜市的人联合起来 搞促销 大声叫卖 可以信用卡购物 买购59礼品 买200可以免费送货 一时间人满为患 现场也是热火朝天 可卖着卖着问题就来了 一个女人过来买鱼 炫耀说自己已经结婚了 问阿妙怎么样 马上三次投了呀 阿妙笑笑说 还有两年呢 不知阿妙这里 其他菜市佬那里也出现各种问题 几个八婆在摊位前只吃不买 完了他们又去水果浪那里 只喝不要 云露过饮料时 傻了吧唧地从下面拿饮料 结果引来 他们内部人一顿争吵 最后还是超市经理带着警察过来 才听这场闹剧 一位余老偷偷拿了人家几十辆手腿车过来 菜市改革失败 阿妙正在宵夜里另加好几样吃的 现在是又卖鱼粥 又卖炒面 又卖松糕的 余老过来偷偷看他 在阿妙的箱子里 翻出28岁的本子 他想帮阿妙 不想他那么辛苦 直接说 15块一碗 就当你这儿有100万 剩下来我全买了 什么15块一碗 98块一碗 没有钱就别装扩脑了 余老就直接掏出5000块 收档吧 阿妙高高兴进收完钱 又赶紧去批发市场拿货 余老刚买下的摊子 就已经拿过来开发单 真的要笑死了 猪肉到伯哥外出闯荡之后 真的赚了不少钱 搭金镯子 搭金链子 土豪土豪的 他现在是搞走私猪肉 想要拉到余老一起搞 阿妙听了消息 第一时间过来 追着伯哥想要加入 可余老很不吃这种行为 强硬的不许伯哥带他 在一个镜头 阿妙奔跑到大街上 他一路小跑 来到阿峰做生意的地方 妙老爸嫖娼 扭断了老腰 幸好在这里碰见了余老 这次能一路背着 妙老爸回家 妙老爸一路啰哩啰嗦的 欢难见真情啊 下次去叫你一块 保险一点 余老真的是暗中 帮了阿妙好多 帮他进货 还帮他还了 妥出两期债款 阿妙只能把自己 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剩下了分期还 不要利息的 阿妙就把姻缘桌 抵给了余老 他们聊着爱赌钱的老爸 幻想着可以换一个 像妥叔那样的老爸 得到最后 阿妙好奇的问 你经常去阿丰那里 他身材很好吗 通常坐一次多久 转眼到了1999年 这年阿妙29岁 他和余老搬到一起住了 倒不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了 而是妙老爸带了新女友回家 阿妙只能搬出来避难 阿妙把余老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告诉余老说 这范围是我的 你不要捣乱 这是他们第一次 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 两人又忍不住 模仿了当时的姿态 重新演绎一遍 这里有一个差距 说阿妙很喜欢一个钱包 每次去商场都会拿来释手 要他买又舍不得 总是遭到店员的嫌弃 阿妙的理想是 想要一款像Prada的Cucci 这个执念一直影响到了最后 忽然有一天 阿妙好像变得很有钱 问了才知道 他带领了一款千年重药品 说药品人人都需要 火的不行 大街上买不到 还拥有一套很健全的传销制度 阿妙是公爵 公爵要拉五个侯爵 侯爵下面是五个伯爵 伯爵在拉子爵 男爵 他们把菜市的人 全部拉来入伙 一片欣欣向荣 马上要荣华富贵的景象 其实正在兴头上的时候 被警方卧里抓获 那个年代 这个传销 真的是害了不少人的 再一个镜头 是于老在夜晚大步狂奔 阿妙一个人 在富贵区的楼上 来回晃荡 嘴里念念有词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神经异常 于老只能慢慢的接近他 阿妙被抱住的时候 变得更加抓狂 一巴掌下去 阿妙才清醒过来 他看着眼前的高度 忽然恐高地 躲到于老的怀里 于老就温柔地抱着他 说带他去吃 平常最喜欢的夜宵 于老现在是 彻底地认定了阿妙 把他贴在自己的本子上 一场骗局 让阿妙再次破产 他老爸还在想着 抛妹把妹 阿妙想过电话 大骂对方 结果是冰儿打了电话 马上就要到30岁了 冰儿老爸 让女儿在几个人中间选 阿妙听着于老的名字 明显犹豫了 妙老爸却一把把咸鱼丢开 肯定是选丙老啊 然后第二天 阿妙特意打扮一番 前去赴约 于老远远地看到阿妙的身影 知道心上人要去见男人 可结果到了才知道 是丙老的未婚妻 想要到菜市场拼货 特意找阿妙来帮忙指点 阿妙最后的选择也没有了 他忽然变得焦急多话 草草结束了这次见面 阿妙就赶紧去柜台那里 想要买下中意的钱包 可结果钱包也被人买走了 限量款不会再有 他就慌不择路地 随后买下一个 之前挑挑挑挑的 好像所有人都会等着他 可到了年纪之后 他发现自己已经没得选了 马上就要到30岁了 现土出的账还遥遥无期 他只能硬着头皮 再次延长鱼帐的租期 在阿妙无从选择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在苦苦地等着他 阿妙在鱼老的屋里收拾 忽然抬头 看见那本写有两人名字的笔记 打开来看 上面写了鱼老的计划 不再找阿丰 成为一个值得嫁的人 鱼老也含羞待放地 送出自己精神准备的钱包 阿妙知道他的心意 不过这一次 他还是斩定结纪地拒绝了 有的人我不会想 有的是 明知不会发生 就不该计划 鱼老一下就心凉了 不过朋友送的钱包 也可以留下吧 阿妙心里没他吗 如果没他的话 那次选择就不会犹豫了 事情在发生变化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些预兆 这天 妙老爸逢赌必赢 一次比一次赢得多 按照往常 他不管赢多少钱 都会压进去的 今天 妙老爸特意把阿凤叫来菜式 一起吃火锅 阿凤吵吵鱼了 好久没来找过自己了 趁着阿妙不在 妙老爸让鱼老选 是阿妙还是阿凤 他知道上次女儿的选择 就是心里有鱼老 这次他组这个局 就是想弥补一下 让鱼老拿下女儿 当所有人都在打哈哈的时候 只有妙老爸对鱼老吼得最凶 忽然妙老爸流鼻血 他想去拿个雪梨轮轮轮火 边走还边自豪的说 这次他忍住的没有拳押 他要留着钱给阿妙做嫁妆 结果他刚转完 就弄倒一滩水果 能没有 喂 一群人扑过来 扶起妙老爸 他只剩虚弱的 叫着阿妙的名字 再接着 十二妙在路上狂奔 他终于赶过来 见老爸最后一面 那一天 他只觉得天好冷 夜好长 妙老爸去的之后 妥说过来 送了他们家的欠条 说妙老爸那天运气很好 把所有钱都压了 赚了把大的 现在欠款两薪 节哀顺便 是余老问了才知道 那天妙老爸 即便全赢了 也不够还钱的 人死再消 货不及妻儿 妥书做事 还是很讲道义的 阿妙打开老爸的箱子 里面罕见的放着一搭钱 还有阿妙和老爸 一起唱歌的录音此代 妙老爸最后的一言 还在说 阿妙啊 你终于可以离开赛事了 三十岁之前 他终于可以离开赛事了 三十岁生日那天 阿妙和余老 在楼上一边喝一边玩 阿妙把西瓜当保龄球打 迎那哈哈大笑 他笑着笑着 余老就听见 阿妙伤心的哭泣 他就像上次一样 想要把阿妙拦入怀中 第二天 阿妙从余老的床上醒来 他看着一边手术的余老 还戴着那串医院手镯 三十岁的第一天 阿妙在一个菜市老的家里 他深刻地感受到 这不是他想要的将来 余老还在 兴致勃勃地买早餐给阿妙 可这里再没有他的身影 忽然又有害人的消息 富贵区要拆了 余老赶忙 来了阿妙的家里通知 可他打开房门才发现 这里早就人去乌空 阿妙还换了电话号码 他真的是彻底 离开了富贵区 他选择转行 来到东方仔这里 学习化妆 他要从最基础 最底层的学徒 重新开始 富贵区气凉无比 马上要拆的 余老还在这里冲洗 他回到住处 最后一次给阿妙的空号留言 他会在明年的千禧年 在天台等到阿妙回来 这是他那次送钱包的时候 约定好的 可是千禧年当晚 只有余老一个人 不灵灵地守着天台 阿妙那晚还在工作 也是第一次 和餐饰老以外的人聊天交心 只有他从一个 经常出座的化妆助理 逐渐成长为 明星妆容的化妆主力 富贵区要拆迁那天 闹了很大动静 因为余老在摊位前 一直拿着刀 一直不停地杀鱼 最后他被人七手八脚地抬出来 富贵区的故事 才终于落幕 还记得一开始 结婚那个鸡老吗 他们移民到美国定居 忽然接到余老发的一面 富贵区虽然没了 但余老还在编写 关于富贵区的故事 说这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他还是和阿妙不停地争斗 后来余老也开始卖渔粥 成了这里的渔粥大王 阿妙的事业稳不上升 他也交到了高级的男朋友 打宝灵球的时候 阿妙忽然看到一旁的西瓜球 笑了出来 像那晚一样 抱着西瓜打了一个拳雷打 他兴奋地回去记账 却被说叫 玩也是要有规则的 还有一任男友 成期稳重 帅气多金 却完全不听阿妙在说什么 30岁之后 阿妙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 可他还没找到一个值得价的人 2003年 所有能戴上的口罩 阿妙在一个红绿灯处 偶遇了许久未见的余老 他犹豫半天采药弄喇叭 最后和余老失之交臂 开车的路上又想给余老打电话 结果一不小心 差点撞到一个女孩 女孩很有礼貌地说 自己赶时间 不需要去医院 阿妙把他送到点 余老竟然在这儿 正在和伯格聊天 伯格前段时间 因为口罩赚了一笔 现在又开始做结婚的生意 刚被撞到内陆女孩 想要求余老帮忙结婚 这样就有一个稳定的居住身份 照顾在香港的老爸 拉下口罩 女孩还挺漂亮的 时间一转来了2006年 美国的基老上的重病 他想回来 重新逛逛富贵区 要不他死不瞑目 可富贵区六年前就没了 还有什么好逛的 余老好像对那些一面毫不知情 那那些邮件不是他发的 还会是谁发的 几天后的另一边 阿妙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他第一时间 竟然是给余老发了信息 看了回信 他才想起来 原来自己换了电话号码 余老急急忙忙地赶过来 慌慌张张地问他 有没有流血 有没有受伤 他们熟悉地看着对方 好久不见的面孔 余老弟都看了一眼 就于车厦摸爬着 找阿妙的鞋子 阿妙又找回之前的感觉 看着余老傻笑 余老却掏出一张画报 我啥时候变成成渔州大王了 他们重新回到富贵区 寻思着怎么让姬老 看到富贵区繁华的景象 阿妙看到那张 写满身份的木板 两个人心有灵犀 妥书 余老和阿妙三人分头行动 找货找客找人 他们逐个召回之前的菜市佬 豆腐瓶 水果佬 猪肉佬 都纷纷归位 在于菜市场熟练的采购商品 一群人斗志昂扬的 回到富贵区 一定要姬老 看到这繁华的模样 即便一天就好 所有的人和物都回来了 他们重新整理发型 看到对方十年前的样子 好像一切都没有变 利用孤立冲销的叔父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过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可是一个客人都没有 姬老和菜婆质问于老 你们到底在搞妹啊 忽然事后那些老顾客 蜂拥而至 原来是妥书出去说 富贵区又开张了 那些老邻居 老街坊 就全都来了 这里真的是有 莫名的喜感和泪点 可正当所有人 兴致勃勃勃地逛菜市的时候 警司熊哥带队过来抓人 要他们随便 交一个人出来负责 忙碑 接着这才知道 是于老在演戏给他看 还能重新看到富贵区 正道非凡的景象 他死而无憾 一群人也都大喊着 为富贵区负责 最后的结果 就是菜市老手玩着手 全部被抓回警局 只不过在了之前 他们要求熊仔帮忙拍照 一群人站在富贵区的门头之上 合影留念 最后的结局 于老的阿妙的新店局 化妆拍照 他们聊着聊着 收到阿妙新衣的钱包 就是那个像Prada的Cucci 经历了十年时间 阿妙终于知道 天下哪有这种款式 不过 他真的找到了想要的那一款 哎呦 那就拿出来看一下呀 阿妙拿出那款钱包 原来是于老送的那一款 可是忽然电话铃响 我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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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又玩电话 给妈咪听啦 忽然电话 于老又来抢着 要看款式 可等他抓住前方的那一瞬间 两个人僵住了 听我说啊 你不要看了 于老心里明白 他又忽然打趣的 哇 这里装修不错呀 肯定每个月花不少钱 最后帮于老拍照 这个笑脸每次看 都感觉别有深意 出门后 于老的妻女 就在前面等候 原来那天撞到的女孩 真的成了于老的妻子 阿妙忽然坦然一笑 转身继续走自己的路 之后富贵区被拆毁 阿妙感叹 这十年 他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全部做到 以前他会觉得是失败 现在觉得 这不是失败 而是成功的发现 这一些都只是一个过程 最后 阿妙的化妆学校 受到国际女性杂志的采访 他的化妆学校的名字 就叫MISS 这是他用了十年时间 在于老身上学会的单词 他的意思是 错过 挂念 遗失 和未婚女子 自此 电影结束 每当变幻时 是银河印象出品 罗永昌指导的电影 整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讲27岁的阿妙 之后的十年心理历程 他和网上的银河印象 电影有点不同 逻辑上有点跳跃 经常一个镜头 转换就是一个新的篇章 不过这样也对啊 我们的成长 都是这种断断续续的 由一个又一个的 记忆片段 拼凑起来的 27岁的阿妙还在挑剪 28岁的阿妙 有点慌不择死 直到30岁那天的到来 阿妙在一个 猜食老家里醒来 他再次清晰地知道 自己不要这样的未来 直到到后来 看到富国区拆除 他才明白 30岁之前的心态 是不对的 也是对的 因为那些心理 都是女人 所要经历的必然过程 30岁之前的阿妙 想要买像Prada的Cucci 他用10年的时间 才明白 哪有这样完美匹配的男人 更好的 是时间沉淀和自然选择 对于余老的感情 阿妙可能会后悔吧 但是就像MISS的含义一样 因为错过 所以挂念 因为遗失 所以成为为婚女子 原来这些 都是一整个意思 而这些 对于30岁左右的女人来说 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另外 电影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减速了香港的10年历程 这10年的时代变迁 或欢乐 或悲伤 所有的变化 更迭 它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就像那句 歌词说的那样 常见明月挂天边 每当变换时 变支时光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